不过一直到现在 中国官方所公布的罹难人数 仍然受到各界质疑 这两年以来不断有维权人数 人士深入灾区调查真相 纪录片导演艾晓明就是其中之一 而他实地记录民间人士 追查豆腐渣建筑的过程 今天晚上十点钟将在公视频道的 独立特派员节目当中播出 过去马上就一年了 对啊 还没有这个名单 所以艾老师就是说 倡议大家开始做这样的一个调查 把遇难学生的名单 但是我还有个问题就是 这个得到了政府的吸准了吗 这名志愿者受到中国知名艺术家 也是鸟巢体育馆设计者艾未未的感召 前往四川进行公民调查 仿视当地居民 试图把每位在地震中 失去生命的学生 找出他们的姓名 表面上大家都很坚强的 在那里才去日本啊 挖人 救人那些 我觉得他们应该试图去 发留一些背后的事情 你了不了解任何背后的事情 可能有一些吧 但是那些都是第一 不能特别确定的一些事情 然后第二呢 这些东西是真的不能说出来的事情 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同时也是纪录片导演艾晓琳 用影像将艾未未寻找川镇真相的过程系录下来 因为她无法接受川镇至今两年了 中国官方去迟迟无法讲清楚到底多少人罹难 要是真的不公布他们的名字 觉得他好像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觉得心里上很不平的 有一个文件下来说轻查这个 没有交这个学费的学生 我相信一周你就可以查出来 整个是这个四川镇 那你查那个就是开了学 开学之后有多少学生消失掉了 多少学生去其他地方了 你居然花一年你都查不出一个准数了 我作为独立制片人处于绝对弱势的情况下 以及国家机器处于绝对的强势 可以任意的处置我的情况下 艾晓明曾经记录地震发生后 追查校舍豆腐渣工程的围权人士谭作仁 镜头跟着他的脚步到灾电现场 大灾难面前如果没有人出来说话 大家都是说头无亏的话 我想这三年五年 我给大家不见面好一点 谭作仁在2008年8月 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为由 被中国官方起诉 后来被判刑五年 但民间追查穿震原因的动作没有停止 既然政府不说明真相 就靠群众自己来调查 我们怎么样能够运用现代社会 提供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技术的条件 来推动这个社会运动 谭作仁入狱两个月后 中国公布死亡人数5335人 不过在官方百般阻挠下 艾未未的团队所公布 非官方统计的名单和数字 目前累计超过5200人 这部《华尔为什么这么红》 是艾晓明第三部川阵纪录片 他要用影像记录群众的力量 去揭开残酷事实的真相 记者综合报道